台东重谷地区先前出现AZ疫苗环打潮 这一次莫德纳疫苗预约率全线高达9成8 尤其以重谷地区各卫生所预约施打率超高 其中路也分配到了540剂 开放预约不到半小时就已经额满 民众一去排好队 并在医师以及护理人员的协助之下 开始进行疫苗的施打 希望能够增加对新冠肺炎的抵抗能力 台东首播莫德纳疫苗正式开打 本次共分配到14000剂 并开放1-6类以及第8类的民众进行注射 全线16个乡镇卫生所以及12间医院诊所同步开打 受到先前AZ疫苗可能有不良反应的影响之下 本次莫德纳疫苗的询问度相当的高 超过9成符合资格的民众都预约施打 到诊所来这边打疫苗会觉得比较方便吗 对民众来讲 一定那样方便 因为他把分散8个诊所 他一个被诊所 这个数据一共9个 那再把人口分散来讲 人数变少 所以要打得更快 叫小孩子从网路预约比较快 因为我比较慢 也就是在抢的时候 可怕抢不到 而本次陆野香供获的540剂 在开放预约后 短短半个小时内就预约额满 从来的时间 他会把人拯用 但是打那时间 听到问题 大家就会说有问题有问题 所以 如果他听一笔的时间 打疫苗他会有抗力 没有牵台的反应 但是有打疫苗不够好 他这个有选择的 这种的权利 当然 他一次都领压 替山腐的 领压没得了 他把他们的房子都预清好 不然他们不会清胎 台东县政府也指出 目前这波疫苗预计在八天内注射完成 希望有预约的民众可以准时前往预约场地进行施打 另外在5月9日前 已经完成第一剂AZ疫苗接种的民众 也可预约完成第二剂的疫苗注射 记者成绩的营路也相报导